7月份 苏宇明在汗血跳台训练中 完成了一个内转四周拼动软体1980的动作 虽然是跨的1980 但是毕竟是在气垫上完成的 当时我觉得他应该能进入冬奥会 2022年北京冬奥会 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决赛 在首钢滑雪大跳台拉开战幕 最终 未受瞩目的中国小将苏宇明 以总分182.5分强势夺冠 在斩获个人职业生涯 首门奥运会金牌的同时 也帮助中国代表团拿到 本届冬奥会的第六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